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欢迎来到禅意 佛说,你是吉人,自有天相 你是善人,自有天助 古人常说,物以善小而不为 物以恶小而为之 我们做人,一定要做善良之人 不要做那恶人 即使没有天道轮回 恶人也会受到众人的谴责和痛恨 亦生活在别人痛恨中的人 注定没有好下场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上天从来不会偏袒谁 只会眷顾那些行善之人 很多人上香拜佛 祈求神灵庇佑 人者无敌,善者无救 我们想要求得财富健康 还有人生的幸福 不能向外求 最好的方法是向内求 吉人自由吉下 善人自有天助 让自己成为吉人 善人,自然会得到上天的庇护 释迦牟尼悟道佛后 很受人们尊敬 走在街上都会有很多人跟从 有一天,释迦牟尼在街上 碰到一个愤怒的婆罗门 这个婆罗门对释迦牟尼有很深的敌意 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 当他看到人们对释迦牟尼这么尊敬 更加愤恨 不禁心生毒气 他和众生一样 跟在释迦牟尼身后 趁着释迦牟尼没有注意 他悄悄抓了一把沙子 向释迦牟尼的眼睛扔过去 可是就在扔出去的瞬间 一阵风吹来 结果沙子都飘进了婆罗门眼中 他一时间疼痛不已 睁不开眼 他痛苦地在地上翻滚 众人都嘲笑他 这时 史迦牟尼用平静而洪亮的声音说 如果想要陷害或者玷污善良之人 最终不会落得好下场 伤人伤己 众生切记 婆罗门听了佛陀开示 终于幡然悔悟 顿入空门 现实生活中 有些人瞧不起老实本分的人 专门坑害那些善良之人 殊不知 善良之人 不与人争端 能量却是巨大的 伤害了善良的人 就是伤害了天理 不仅自己内心受煎熬 天理也一定会惩罚你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有的人不相信这个理 最终作恶到头 只会害了自己 因果循环 与人为善 与己为善 与人有路 与己有退 善良的人 不吃亏 心善之人 不会伤天害理 品证之人 不会言而无信 或许有人会认为善良不值一提 但其实 善良是为自己积攒的福报 品证 是为自己开辟的后路 古时 在浙江里水 有一家 世代烧桃的张家 曾有兄弟二人烧摇 哥哥为人厚道老实 秦瑜钻研 烧造艺术比弟弟高明 上至皇帝下至显贵 都对哥哥的记忆赞不绝口 弟弟因此极度哥哥 为了破坏哥哥生育 弟弟就偷偷地 在哥哥配好的诱料中 添加了许多草木灰 等哥哥烧好摇打开一看 瓷器又全裂开了 哥哥欲哭无泪 这时 他灵机一动 泡了一壶茶 将茶水涂在瓷器上 裂纹马上变成茶色线条 又把墨汁涂上去 裂纹立即变成黑色线条 这样 不经意中形成金丝铁线 就这样 瓷器充满各式各样 唯美的线条 美丽的瓷器 很快就被一抢而空 哥谣从此闻名天下 做人 不要想着算计别人 人算不如天算 福获上天自有安排 你若善良 天必又知 生活自有 自己的因果循环 他不满足于任何人的私心贪欲 一直善良下去 只问自心 不问得失 赠人玫瑰之手 经酒游有余香 你对人好 最终受益的都是自己 那是你修来的福气 也是世界给予你的奖励 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大吉大利 平安幸福 其实能够得偿所愿 重点在自己 在修身 修行 不在别人 也不在别处 你是吉人 自有天相 你是善人 自有天助 佛说 学佛久了 一定要破除这个学佛像 以前广亲长老在见成天四时 就常以见词来教育弟子 他的一个弟子 是承担翻译的 有一天 客人来拜访老和尚 老和尚都以一句话来回答 有个人发癫痫了 还以为成天四时他见的 每次都是如此 后来他弟子才知道 原来老和尚这句话是对他讲的 不是对来访的人说的 老和尚这样教育弟子 防止弟子起傲慢心 学佛久了 最怕的就是起傲慢心 看到别人吃肉 自己吃素 就觉得别人业障重 看到别人破戒 就觉得自己戒律清净 看到别人在看电视 自己在念经 就觉得精进 别人堕落 总觉得自己很有修行人的样子 要是有这个想法 是很苦的 越学佛就越苦 只会懂得看到别人的过失 这就是吸收阴气 这样子越学佛 越往地狱跑 比如做善事 不要觉得我在做善事 别人没有做善事 我有善根懂得积累因德 别人没有善根 不要有这个想法 也不要觉得 我带领大家做善事 我功德最大 如果有这个心态 会很苦 越做善事 越苦 大愿法师讲到有个老和尚 建了一座庙 在往生前做了一个梦 梦见有人抬着他去做官 法师就知道 这个做官 就是当土地神去了 因为他执着自己的善事 没有办法得到解脱 做善事的人 要学习虚云老和尚 建了一个庙 就走了 交给弟子管理 坦坦荡荡 自己又去云游 去其他地方见死 这样才会心中没有挂碍 否则 越做善事 越有障碍 那可是苦了 还有功德的说法 功德 只能来赞叹别人 而不要拿来赞叹自己 佛开示各种善事和产生的功德 都是为了赞叹别人 让别人对善事产生信心 而不是用来赞美自己的 达摩来到东土 梁武帝问他 我是否有功德 梁武帝做了很多善事 但他还是执着自己的善事 一执着善事 达摩就跟他说 没有功德 所以我们做善事 不能做自己有功德想 只能做宵夜账想 学佛久了 一定要破除这个学佛像 我们讲众生恶业越来越重 这个众生 不是别人 而是自己 如果自己不学佛 自己的恶业会越来越重 所以说 要记得 做善事 就当作理所当然的 本来如此的 人活在这世界上 本来就应该做善事 当作本分事想 这样修行 才能进步 做善事也好 尤其要有本分的心 做坏事会导致痛苦 执着自己做善事 执着自己功德大 也一样很痛苦 许多人没有学佛 不知道功德 做事就是理所当然 就是天性 这样子的人 就最快乐 所以 千万不要在功德上下功夫 互相对比 这样障碍修行 我国是有着五千年历史的 文明古国 漫长的历史中 孕育了丰富的传统文化 这些优秀的文化 已经融入了我们的血液中 并不知不觉地 深受其影响 而俗语 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充分见证了中国悠久的发展 引起很多起源于民间 相比来说 它更加地接地气 某一程度上反映了民间的真实生活 俗语是百姓的经验之谈 很多年轻人觉得它已经跟不上时代 是糟粕 应该及时去除 诚然 民间的一些俗语 因为思想还未解放 受封建传统的思想 已经并无实用之处 但很多是古人的经验之谈 蕴藏着丰富的古人智慧的俗语 还是应当留存下来 带给我们启示或启发的 比如 这句有时省一口 缺时当一斗 它蕴含了哪些道理呢 先说下这句俗语的意思吧 有时省一口 缺时当一斗 顾名思义 就是多的时候或充足的时候 把粮食省下来 当粮食缺的时候 就可以把省的一口当一斗看待了 一斗 不同朝代有不同的定义 结合汉朝以后的历史 一斗大概就是在十斤左右 可见粮食在生产中的珍贵 这不仅与学士诸生对朱元璋的建议广积粮 祝高强遥遥相对 与我们提倡的反对浪费 营造勤俭节约新风上的也呼应上了 可见 做足准备 反对奢侈 勤俭节约很早起 就移入了中华人民的骨子里 那这句古语反映了怎样的智慧呢 一 有备无患 古人云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安乐的时候如果一味享受 家里没有存粮 那么饥荒来临 只能遭受更大的苦难了 同样的道理不限于粮食 做任何事都应该有忧患意识 才能更早地做好准备 做到有备无患 而这 只需要平时较少的积累 就够了 像疫情期间 早早备好粮食或者口罩的人 肯定会庆幸自己的作为 这也反映了古人朴素的中庸思想 实际而又勤恳的性格 二 勤俭节约 在历史长河中 各朝各代对农业尤为重视 我国自古以来 就有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 如敏农里著名的 谁之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 中华儿女早已耳熟能详 孔子也早就提出奢责不孙的说法 其意为 奢侈了就不恭顺 可见 秦俭对于中华民族的重要性 而且必要时候 像非洲一些地区水比油贵的现象 也时有发生 所以 把勤俭做到平时 不仅会节约自己的金钱 有时候 可能也会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 这就是有时省一口 缺失当一斗的含义 老一辈人经历过更多酸甜苦辣后 可能会有更深的体会吧 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上一辈甚至上上一辈人会更加简朴的原因 他们更深知柴米油盐的不易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 年轻人好像越来越不在意节约这件事 希望我们看着碗底的饭菜陷入沉思 省下自己的一斗米吧 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 一个懂得包容的人提气也很好 他们对待别人笑脸相迎 不会斤斤计较 做事情光明磊落 这种人福报也很好 就像弥勒佛一样 看着就让人心生欢喜 但也有些人总是患得患失 心中藏不住事 还容易暴躁 搞得别人都不敢靠近 老祖宗告诉我们 一个人越是无能 就越是喜欢对亲近的人发脾气 小人长七七 一个人若总是一事无成 就会怀疑自己 患得患失 不仅贪图小便宜 还喜欢斤斤计较 像这样的人在生活中 也不会有好的脾气 他会觉得所有人都在针对自己似的 如果身边的人提出什么不中听的建议 就会大发雷霆 无能的人内心深处都是比较自卑的 他们害怕与别人交往 与外人在一起感觉不适应 喜欢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藏起来 也是希望他人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失败者 这样就可能认识更多的人 但是在亲近的人面前 往往就会恢复自己本来的面貌 没有人愿意长期戴着面具生活 心中积攒的怨气需要一个发泄点 而身边最亲近的人 就成为了他们理想的发泄对象 越是害怕失去就越是希望拥有 他们往往会认为发脾气是理所应当 在家庭生活中 如果有谁过于无能 那么就会萌生不好的念头 害怕对方过于优秀会抛弃自己 于是就开始变得像刺猬一样 稍微有一点摩擦就会发脾气 也会严格控制对方的行为 往往搞得人身心疲惫 无能的人不懂得管理情绪 一个人情绪不好 喜欢朝身边的人大吼大叫 有时候或许是对方的做法触碰了自己的底线 但总不会经常这样 所以最本质的原因还是没有能力 他们不懂得管理自己的情绪 更不懂得照顾身边的感受 只在意自己的想法 十分暴躁 像一个火药桶般一点就炸 不懂得管理情绪的人 自然无法取得事业的成功 被认为是无能的表现 而事业的挫折又加剧了他们内心的黑暗 更加无法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这是一个死循环 真正优秀的人懂得管理自己的一切 尤其注重自己的心境 当一个人内心波澜起伏无法控制后 那么做事情自然就变得杂乱无章 难以成功 此外无能的人往往最喜欢一厢情愿 做事情容易冲动感情用事 当处于困境的时候 不知道如何处理 脾气就会彻底失控 将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到周围人的身上 每个人身边都不乏这样的人 他们往往一事无成 还特别喜欢发脾气 总结 人的脾气和生活状态有很大的关系 若是顺风顺水自然 也就笑口尝开 做事情总是失败 换成谁都会闷闷不乐 但不应该向最亲近的人发脾气 这样会让自己变得一无所有 人越是失败就越是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善待身边的人 从哪里跌倒 从哪里爬起来 你觉得呢 成年人的世界中 离不开人情交往 人情交往看似简单 实则暗含乾坤 小到平时地打招呼 大到送礼往来 都有不少的门道 酒局饭局 就是不少人彼此增进感情的必修课 可要怎么增进感情 可不是随便吃两口喝两口 就能解决问题的 要国学君说呀 在酒局饭局中最难的还是识人 毕竟参加饭局的时候 可能是你认识的人 或许是你不认识的人 这些人聚在一起 都有各自的小算盘 万一你酒足饭饱之后 说了不该说的话 有可能祸从口出 给自己引来不小的麻烦 要想在酒局饭局上不出错 首先自己还是要有一双火眼金睛 要透过表象看透人的内心 才有可能不被别人套路 如何识人看人 伪善的小人有何特征 不妨跟着国学军学几招 或许你能从中有所收获 一个劲吹捧你的人 平时的酒局中 你碰到过这样一种人吗 三杯酒没喝完 就开始各种吹捧你 不是说你多有本事 就是说你有多海量 他们之所以说这样的话 无非就是希望你喝酒 把自己喝醉 人在喝醉的情况下 很容易犯错 也许说了不该说的话 让对方抓住你的把柄 到时候 你再想后悔可能来不及了 要知道说出去的话 如泼出去的水 收不回来了 到了最后只能自食恶果 人呀 要想自己不招惹麻烦 还是要多多提防 这种一个劲吹捧你的人 他们并不是真心崇拜你 只是想看你的笑话 希望你出丑 打太极的人 饭局上说话 是一门大艺术 有的人为了不得罪人 就在那打太极 你说什么 他不明确回答 就是说一堆魔棱两可的话 让你去猜他的心思 甚至还把问题抛给别人 转移注意力 这种说话做事 善于打太极的人 心思深沉 没人知道 他们心里在想什么 如果你猜对了 那是他们的功劳 如果你猜错了 责任全在你 这种人是典型的伪善之人 表面上装得好 背后一肚子坏水 遇到这种打太极的人 要尽量远离 别被他们坑了 假正经的人 酒局饭局 本来就是放松的场合 大家图的 就是一个高兴 不过 有的人 到了这种场合 也是一幅 高高在上的样子 这种人怎么说呢 别人也许不会 明面上说什么 但是在背后说什么呢 有个词叫入乡随俗 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既然到了一个比较放松的环境中 就和大家一起高高兴兴地吃饭聊天 假正经的人不太合群 大家和这种人聚一次会 下次就不会叫你再出来了 别看在平常不过的酒局饭局 里面的讲究 却不小 不仅要会说话做事 看眼色 还要学会识人 这样才能左右逢源 受到大家的欢迎 如果不懂识人之道 说话办事 也把握不好尺度 只会遭人厌烦 平时的饭局中 不知道 你遇到过这种伪善之人吗 你是如何应对的 欢迎留言说出你的看法 生活到处是真苦难 假欢喜 这是一百多年前巴尔扎克 在高老头中对生活的描述 人生很苦吗 很苦 命运无情吗 无情 在无数个濒临崩溃的夜晚 每个人都难免会有 想要放弃的念头 既然这般艰难 人为什么还要活着 北大的心理学教授 徐凯文老师 做了一个对北大大一的学生 和严一的学生的心理调查 得出来的数字触目惊心 30.4%的学生觉得 学习是毫无意义的 很厌学 40.4%的人认为 活着没有意义 活着无意义感 无法感知快乐 无法创造幸福 创造快乐 简单来说就是 得了一种叫做空心病 心里面有个大空洞 不知道自己一天干嘛 很没有意义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是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关注 您的点赞与评论 也是对我节目最大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喜欢 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有人说为了钱 为了名 也有人说为了利 为了房 为了车 其实都不是 在小说活着里有一句话 我想 就是最好的答案 人生就是一个过程 不管你愿意 还是不愿意 这个过程都要走完 生而为人 活着本身就是一种意义 人活着一辈子 就是一个过程 一个体验 爱与恨 喜与悲 苦与乐 生与死的过程 在经历了所有的苦难之后 依旧能够勇敢地面对生活 等到暮年生命尽头 回首人世 这一成无悔来过 才是最大的圆满 何为 一生因为生活 我们每一个人都脚步匆匆 被现实和金钱捆绑 被执念和不甘束缚 生活好像总是一成不变 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少了点期待 多了点平淡 有时候不禁思考 活着到底是图个什么 坚韧的人 为了责任而活着 乐观的人 为了快乐而活着 有理想的人 为了信念而活着 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目标 为了金钱 为了地位 为了名声 或者是为了家庭 为了亲人 为了孩子 世界那么大 每个人都像一只 忙忙碌碌 不起眼的蚂蚁 很多东西稍纵即逝 不堪一击 然而 一个人百年之后 终归尘土 在这短暂的生命里 我们奋斗一生 带不走一草一木 我们执着一生 带不走一分虚荣爱慕 既如此 又何必苦守着 这万千执念 百扰了自己的余生 有个小故事 一小和尚替师父养兰花 师父十分钟爱这株兰花 叮嘱小和尚要按时浇水 不能曝晒 小和尚不敢怠慢 每天勤勤恳恳地照顾他 但是有一天刮起大风 兰花被风吹舌 小和尚到师父那里去领责罚 老和尚听了后却异常淡然 拥有时已经尽力 失去时又何苦挂爱 看了后深有感触 人生如同梦一场 本就是一个不断失去的过程 酒色才气 皆是净花水月 功名利禄终成过眼云烟 当我们的青春渐行渐远中所言 我们匆忙赶路 却逃不掉孤独疲惫 我们豪情万丈 却藏不住遍体鳞伤 你以为青春的旅途是殊途同归 谁知道它名叫后会无期时光轻 遣岁月如梭 别给自己留遗憾 才对得起这一生的岁月芳华 看淡得失 笑谈一切 方不负人生虚余 即便没有岁月可回头 只要在生命的触手可及之处活得灿烂 不留遗憾 就是对自己这一生最好的交代 什么是成功 有人是商界大佬 有人是后路高官 有人是文学翘楚 有人是艺术鬼才 也有些人小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虽无巨富 但生活无忧 有些人虽在平凡岗位 但日子安稳幸福 有些人没有明满天下 但内心充实 灵魂风雨 有些人没有登峰造极 带一枪赤城 热爱创造 一个人到底多成功 才算成功 是非要在亿万人里 拔尖才算成功 是自我期望的实现 并不是和外在的比较 只要达成心中所愿 不管成就大小 小都是成功 什么是幸福 经济学中 有个公式幸福等于效用欲望 效用是指人对事物产生的满足感 是绝对主观性的一个概念 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产生的感觉各不相同 跟事物本身的价钱多少 价值大小没有关系 一个人欲望越低 越容易感到满足 幸福感就越高 幸不幸福的标尺在每个人自己的内心 跟金钱多少无关 跟成就大小无关 跟别人更是无关 懂得知足 常怀感恩 胸怀广阔 包容万物 这就是幸福 何为人生 世人慌慌张张 不过是涂碎银几两 偏偏这碎银几两能解世间惆怅 可让父母安康 可护幼子成长 但偏这碎银几两 断了时梦想让少年染上沧桑 压弯了几辆碧满白 让世人绸缎长一段话 倒进了世间的常态 人生的无奈 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本身就是被各种各样的欲望包裹着 比如财富 名声 地位 美貌 似乎只有获得这些 自己的人生才算开始 却不想人生有耻 果则为灾 欲望太重 钟慧霍欣 曾听过一个故事 据传 印度人为捕捉猴子 特意制作了一种木笼 笼中放着食物 猴子伸进手去抓住食物 手就拿不出来 要想拿出手来 必须放下食物 但猴子却不舍得放下食物 所以他们轻而易举就被抓住了 人也是一样 人生若被自己的欲望拿捏 只能失去自由 任人摆布 许多时候 放下才是对生命的后养 正如孔子所云 不与贵 使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德之不除也 贫与贱 使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德之不去也 凡事看开一点 放下了心中的执念和欲望 就会明白 原来生活可以很轻松 一单肆意飘饮 虽在漏下 不改其乐 人生其实许多不曾在意的美好 学会珍惜当下所拥有的一切 往后余生必会柳暗花明 何谓活着 在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 前段时间上映的美国电影 心灵骑驴 讲述的核心是什么 底下有一个点赞 上万地回答活着的意义 这部片子最打动人的 就在于 它用无比温暖的故事 告诉每个人 只要活在这珍贵的人世间 就是生活的意义 里面有这样一段对话 小鱼问大鱼 我在努力寻找他们所谓的 海洋 大鱼很疑惑 海洋吗 那就是你现在所在之处呀 小鱼说 这里 这里是水 我想要的是海洋 就像这条小鱼一样 我们总以为在现实生活背后 一定还有个更伟大的意义 这个伟大的意义 才是我们毕生追求的梦想 但其实人生 哪有那么多高深莫测的意义 和究竟呢 如果说有 那无非就像电影里表达的那样 我们一直在寻找海洋 却忘了我们一直生活在海洋里 活着的价值就在于普通而又平静的生活本身 一花一叶 一草一木 夏天的清风 冬日的暖阳 春天的鲜花 秋天的落叶 这一切的一切微不足道 却能给你生活的能量 经历了严寒 才知道春天的温暖 经历了失去 才懂得珍惜的可贵 经历了痛苦 才知 知道幸福的难得人生需要经历 才能绽放 命运不是注定的 而是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没有哪一条路是捷径 该经历的一样都少不了 人活一辈子 在这人世间品尝美味 也享受折磨和遗憾 离别会忧愁 衰老会恐惧 这一切都需要自己去经历 让你感到生活真实 触手可及 又会随时失去 有句话说明白 所有道理 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看到和懂得 与经历完全不同 就像人们安慰其他人总是头头是道 而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 却接受不了 走过了一些路 才知道辛苦 经过了一些事 才知道艰难 越过了一些人 才知道幸福 只有自己经历了 才能感同身受 走在不长不短的旅途中 作为凡尘俗事理的一员 最重要的是让自己 活得它是无憾 该甜蜜的时候就甜蜜 该痛哭的时候就痛哭 或甜或苦 都不要辜负 活好当下 这才是人生 周国平就曾言人世间的一切不平凡 最后都要回归平凡 都要用平凡生活来衡量其价值 伟大 精彩 成功都不算什么 只有把平凡生活真正过好 人生才是圆满 纵有极风起 人生不延弃 这便是我听过关于 活着的最好的答案 人生的精彩之处 就是不断经历 未经历过的事 去体会人情冷暖 去体验聚散离合 在各种环境中历练成长 最终遇见更好的自己 人生昭露 浮生如迹 人这一生 不为什么 只求肆意而活 无悔来过 不留遗憾 心平气和地去感受时光清浅 获达从容地去体验岁月静好 就不足以看得开 放得下 睡得安稳 过得自在 便不虚此行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更多的人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中国的传统文化复杂多样 包括吃饭时候用的碗筷 不会像外国人那样使用刀叉 当然这主要是饮食习惯 大多数人每餐都用碗和筷子 可是碗筷的使用禁忌有哪些呢 如果触及其中一个禁忌 那将给我们带来厄运 家中碗筷若是有这四种现象 一定不要再用了 预示着越吃越穷 首先应该注意点的就是家里碗筷的使用 家里的碗筷在使用的时候 特别是吃饭的时候 千万不要敲击碗筷 特别是一些有孩子的家庭 孩子平时吃饭的时候 比较喜欢拿筷子敲碗 这样的声音真的是非常清脆 但是用筷子敲碗在吃饭的时候 是非常不礼貌的 表现出一个人的修养 特别是家里来了客人 看到这样的现象也会非常不舒服 这是对客人的一种不尊重 更显示出了家教的问题 特别是这样用筷子敲碗也非常不好 预示着用声音将财运赶走 财运自然而然就逃走了 第二个应 该注意点的就是千万不要使用破损的碗 很多人在用碗的时候 一不小心就会将碗打碎 有的碗并没有完全地摔碎 而是不小心摔坏了一个脚或者是一小块 所以很多人都会拿来继续使用 其实使用这样的碗是非常不好的 首先在使用的时候 这样的碗因为有了破损 我们洗碗的时候很容易就画到手 并且在玄学的角度 这样也是非常不好的 饭碗破损会使我们的财气漏走 并且也会使得工作上出现问题 第三个应该注意的点 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千万不要 和将筷子插到饭碗里 这样做是非常不礼貌的 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 这样做是非常无礼仪的一种方法 而且这种方法通常是用在祭祀祖先的时候 如果这样将筷子插到饭碗里 不能请来祖先 而且会招来一些不好的东西 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 招致这些不好的东西 不仅不影响家里的好运和财运 而且还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所以说千万不要在吃饭的时候 这样做 第四个应该注意的点就是在吃饭的时候 千万不要剩菜 很多的孩子在吃 饭的时候大多都比较挑食 很多都是吃了一半 以后就不吃了 剩下很多的饭在碗里 其实这样是非常不好的 孩子不正经吃饭 不利于身体的发育 而且在剩饭里面蕴藏的是福气 如果选择不吃这些剩饭 那么福气就不能够进入到身体里 也不会对人产生影响 这样财气自然也就没了 除了碗筷 同样是饮食工具 餐厅装修也有讲究 第一 餐厅位置要合适 餐厅作为连接客厅和厨房的中间地带 不仅影响人们的日常习惯 还对客 客厅和厨房有一定的影响 餐厅适宜设在家中的南方位和东方位 这个位置有两个优点 一是太阳升起的位置 能够给人生机和活力 另一方面则代表着火属性 能够使家道兴旺 禁忌是餐厅不能直接面对前门和后门这个位置 如果面对前门或者后门 则会使外部的元气直接冲撞与大门相对的餐厅中 使元气外泄影响家中的风水 第二 尖角餐桌不要选 一般餐桌以圆形或方形的为主 也有少部分是尖角形的 但是尖 三角形的餐桌不要选 这是因为尖角形五行属火 其形状在玄学上被称为火形煞 不利于家人的健康和财运 同时 餐桌的摆放位置不能正对玄关大门 如果对着大门 一样会同外界的元气相冲 不利财运 第三 餐厅颜色要暖调 餐厅装修时一定要注意装饰颜色 尽量用暖色调装饰餐厅 且勿用冷色调装饰餐厅 因为人吃饭的时候 暖色调会给用餐者带来舒适的用餐环境 而冷色调则容易让人产生沉闷感 不利于心情 食欲 第四 餐厅装饰物怪矣 这个跟上面的颜色配合紧密 一般来讲 餐厅的装饰品 不要用过于怪异的东西 一来影响心情 二来让人产生厌恶感 对于食欲也有很大影响 装饰画也切记用一些大红色 或者视觉冲击感强的画 这样很容易使人产生躁动 不利于就餐环境 以上即是一禅给大家介绍的关于碗筷使用的禁忌以及餐厅装修的相关知识了 总之 我们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碗和筷子上的小细节 否则就会破坏财富 会慢慢地溜走运气 也会变得不好 我们应该好好教育孩子 养成做好事的习惯 除了吃饭工具上的细节 饮食细节也对财运起着重要作用 很多人吃饭 走路 睡觉都是无忌的状态 没有什么功德 然而有些修行人却可将其转为道用 吃一顿饭也能增长善根 功德截然不同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在修持佛法的过程中 对饮食持什么观点 第一 修行人的饮食观 作为凡夫人 一日三餐当然不可缺少 但要认识到饮食如同治病的良药 理应恰到好处 应当了知 食量做到定时定量 如果吃得太多 身体沉重 容易昏沉睡眠 吃得太少 又会憔悴衰弱 没有力气修行 所以 吃饭一定要适量 因为害怕浪费 一直吃一直吃 肚子都要爆炸了 虽然不浪费是重美德 但吃饭过量 也不太好 对身体还是有损害 以前的一些老修行人 好几年的生活就像一天一样有规律 早上起床 晚上睡觉 白天的吃饭量天天都相同 那时候没有手表 但他猜得特别准 什么时候该烧茶 喝几碗茶从来都不错乱 其实这种习惯对身体 修行各方面很有利益 第二 吃饭时要注意的 在吃饭的过程中 我们要断除贪心和称心 有些人看到好吃的东西 就高兴得不得了 狼吞虎咽 如果饭菜太咸太辣 就一口也吞不下去 对食物也声称恨心 对做饭的人也声称恨心 不过有些做饭的人也不能随心所欲 今天放特别多盐巴 明天一点也不放 也应该守一点规矩 不然的话 吃饭的人也不得不声称 可心 有些人吃饭 要么是为了庆贺 要么是为了虚荣 要么是为了满足贪心 这些目的都不正确 吃饭的目的不是为了青春永住 让自己体肤好 身材好 使别人生起贪心 我们吃饭为维持这个色身杂宝 藏经云视身如车 好物无责 香油臭汁等同调滑 我们应该视身如车 视食物如油 车只要用油并且转滑就可以 不必剪着香臭 同样 我们饮食只要能维持体力足以半到即可 不应当分别好物 在寺院的客送中有十前五官 其中有一句是正式良药 为疗行乎 修行人应把饥渴当作一种疾病 以食物为良药进行医治 使身体维持健康而食用 又云味成道业 应受此食 为了修成道业 我们才受用此食物 我们这个身体 只不过是暂时借用的骨肉甲盒 没有必要特别贪指 进餐食药观想食物来之不易 食用后 因为三宝为众生做有食意的事情 第三 饮食如何供养三宝 阿底侠尊者说 低了三宝以后 供养三宝不能间断 因此很多老修行人在吃饭时 睡觉时 起床时经常念一些祭送来感恩三宝 意念三宝 供养三宝 自己的一切威仪设于三宝的氛围中 在三宝的加持阳光下进行运作 平时我们享用的饮食 要观想为诸佛菩萨所加持的甘露 为供品 尤其每次吃饭前要念些供养咒 把食物方位会供品 再念个简供仪轨 供养一切诸佛菩萨 如是将普通饮食转为 道用是最好的 作为出家人实情 言要念随念三宝经 或者供养咒时候 要想回向给施主 还有些论点中说 吃第一口食 要想断一切恶意 吃第二口食 要想增长一切善意 吃第三口食 愿所造善根回向众生 有许多类似的传统和修行 本来按据舍论观点 吃饭 走路 睡觉都是无计法 没有什么功德 然而有些修行人 却可转为道用 吃一顿饭也能增长善根 比如刚开始吃饭时 按密宗的做法 将身体方位会供弹成 进行供养 或者丧失瑜伽中说供养 根本丧失为主的三世诸佛 或者对食物来源之农民产生悲心 把身体当作五蕴甲盒 对它滋养之后 用它来修持正法 从今天开始 我们每次吃饭之前 就应该这样行持 表面上看 这是很小的一个行为 但实际上 此举有随时不间断供三宝的功德 同样是一日三餐 您是怎么吃的呢 不及魁步 无以至千里 其实 积累资粮 就在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中 只要用对了方法 吃饭能积累功德 走路睡觉 也能积累功德 行术坐卧 亦如是 这些也都是 是修行 修行亦无处不在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 并分享给您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人生路漫漫 道足且长 这一生会享受阳光的照拂 也会经历风雨的洗礼 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 也会有旦夕或服的叵测 那些曾以为走不出来的困境终会跨越 那些曾以为攀登不了的高峰终会登顶 那些曾以为无法忘却的悲伤 终有一天会风轻云淡 珍惜所有的陌路相逢 看淡所有的不花而散 人生最好的态度便是既往不练 当下不杂 未来不忧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人生最好的态度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关注 您的点赞与评论 也是对我节目最大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喜欢 哈佛图书墙上的训言中 有这样一个故事在寒冷的冬夜 有三个乞丐蜷缩在华盛顿街区的墙角 一个乞丐说 想当年我还是百万富翁 要不是股票暴跌 另一个乞丐说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还提呢 看着吧 我明天早上到垃圾桶里看看 也许那里面就有一张百万美元的支票 哈哈 第三个乞丐没有言语 只是默默走到别处 寻找能填饱肚子的食物 天亮了 前两个乞丐被寒冷和饥饿带走了生命 只有那个寻找食物的乞丐活了下来 这三个乞丐代表的就是世间三种人的结局 一种人活在过去 一种人活在明天 一种人活在当下 活在过去和明天的人 心里塞满了空想和遗憾 把当下的日子过得一团糟 认真活好当下的人 最终才能过好这一生 有句话说得好 昨日已成历史 明日尚未可知 此刻正是上天的恩赐 不纠结 鉴于过去 不忘想于未来 活好当下才是人生的意义所在 学会放下 既往不练 人生难得是放下 若不放下 怎能继续前进 若无舍 怎有德 不纠结于过去 更不要拿过去的错误来惩罚现在的自己 给时间以时间 让过去成为过去洋将先生曾写过一篇散文 教授脚印 江南一带有个说法人去世后 灵魂需要暂时留在人间 把他生前留下的脚印处理干净 当灵魂们寻着往日的脚步一次次一起往事 看着自己慢慢被遗忘时 不禁发出感慨 层层叠叠的脚印刻画着多少不同的心情 这我们一路走来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里留下自己的脚印和痕迹 有的清晰明朗 有的泥泞污浊 有的不忍回望 有的无法割舍凡事 过往皆为序章公元1079年 苏东坡因为乌台失案被贬为黄州团恋赴使 此前身居太守职位的风光不复存在 剩下的只有颠沛流离 对此 苏东坡先生没有选择怀念过往 郁郁寡欢 而是放下读书人的身段 挽起袖子亲自干农活 修水坝 为牲口造福一方百姓 留下千古诗篇 逐杖王邪轻圣马 谁怕一缩烟雨任平生 充分展示了释怀过往 享受当下的豁达 人生到处之何似 英似飞红踏雪泥泥上偶然留纸找红飞那富极东西 更是道出了沧桑过往的看待 泰戈尔有一句话 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伤心 那么你也将错过烦心 接受现实 对过去一笑置之 不仅是一种豁达 更是一种气度和格局 有些东西紧抓不放 是对自己的折磨 有些事情纠缠不清是对自己的迫害 唯有收起脚印 释怀过去的恩怨 才能让灵魂得到救赎 就让那些曾经失忆的 遗憾的 悲伤的过往消散于云烟深处 偷偷留下的该是往昔层层叠叠的美好 卧虎藏龙里李木白曾说到当你握紧双手 里面什么都没有 当你打开双手 世界就在你手中 当我们学会了把成败得失看作浮云 把潮起潮落看作是人生常态 人生自然会朗月万里 山河远阔 淡定坦然 未来不忧 未来总是美好的 因为它充满了希望 希望有着穿透一切黑暗的力量 在内心深处澎湃着 生长着 成熟的人心怀希望 但不过度幻想未来 未来充满了变数 这世间有太多的猝不及防和身不由己 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 有时候你对人生所有完美的规划 抵不过一次突如其来的变故 人生一辈子 总会有些时候是自己感觉到害怕 感觉到彷徨 感觉到孤独无一的生活当中 很多时候 那些没有到来的时刻 自己总是会感觉到忧虑 感觉到会对未来担忧 冯唐说过一句话 实在放不下的时候 去趟重症病房或者墓地 你就容易明白 你已经得到太多 再要就是贪婪 不要对得失过于执着 未来的一切早已原定 因缘聚了便会得 因缘散了就会失 顺其自然才是最好的迎接和面对 别对未来抱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别对过去怀有太多放不下的牵挂 安静静 踏踏实实地走好现在的路 该来的自然会来 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只问耕耘 不问收获 对于未来 真正的慷慨就是把一切努力 留给现在 认真工作 用心生活 好好去爱值得爱的人 不埋怨 不抱怨 不胶着 亦不忧惧 阳光下欢笑 风雨中奔跑 看清世间的风云变换 看淡生活的人情冷暖 看透命运的生死无常 携一颗淡然的心 宁静致远 优雅从容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行 行过山穷水尽 终欲柳暗花明 且将心火时心茶 十九趁年华 物来顺应 当下不杂 在万千繁华中 保持一颗宁静的心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不因外界的喧嚣而浮躁 不因人的评判而动摇 顺其自然 专注地活在当下 这是一种能力 亦是一种境界 一个小和尚 问得到的师父 您得到前后 有没有什么变化 老和尚说 变化很大 那到底有什么变化呢 老和尚告诉小和尚 在得到之前 我每天砍柴 挑水做饭 得到之后 我每天砍柴 挑水做饭 小和尚不理解 师父 这不是一样吗 老和尚说不一样 在得到之前 我每天砍柴的时候 想着挑水 挑水的时候 想着做饭 做饭的时候 又想着砍柴 得到之后 我每天砍柴的时候 只想着砍柴 挑水的时候 只想着挑水 做饭的时候 只想着做饭 走好脚下的路 做好眼前的是 珍惜身边的人 好好地活在当下 听一朵花开 看一些云游秀 碧缕书香 安静地享受生活的 每一寸美好 坦然地过好生命的 每一个瞬间 漫长的生命 也是由每一个当下组成的 过好每一个当下 才能无愧于人生 活好现在 珍惜眼前 一行禅师 在《活在此时此刻》 一书中这样写道 当我们深深融入当下 全心全意地对待 平静寻常的时刻 我们就可以触及 过去与未来 当我们知道 如何恰当地把握当下 我们就能治愈过去 改变现在 以欢喜心过生活 以柔软心除挂爱 以清静心过好 每一个当下 处遍不惊 静观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 但看明月清风 苏氏说 人生如逆旅 我亦是行人 人生不过是一场旅行 没有什么值得我们 执着不放 而最该珍视的是 沿途的风景 还有看风景的心情 天下兮兮 皆为 历来天下嚷嚷 皆为力往 人生在世 总是有许多人 为了追逐名利 为了获得声望等 不停地喊苦喊泪 抱怨自己 得到的太少 其实 人之所以痛苦 往往不在于 我们所得的太少 而在于 我们想要拥有的太多 人想要获得 真正的自在 就要学会放下 人生不如一者 十之八九 放下那些 令你生厌 与悲伤的事情 放下直与怨念 为自己减重 如此 我们才会在 前行的路上 不太轻盈 走得更快 风子凯说 既然无处可逃 不如喜悦 既然没有净土 不如净心 既然没有如愿 不如释然 释然 是心灵的洒脱 是人生的豁达 亦是百转千回之后的懂得 没有谁的人生 是容易的 当你学会了释然 就能解开心中的千千节 理解别人的难处 与往事握手言和 和岁月也会变得温柔绵长 今生无论我们遇见谁 都是命中注定要遇见的人 是偶然 也是必然 无论发生什么事 那都是在当时的环境里 必须要发生的事 我们只管努力前行 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行至水穷楚 坐堪云起时 放下那些无谓的追逐 放下名利的烦扰 但看流年烟火 细品静好人生 走过春花秋月 总有一处风景 为你美丽绽放 走过西建荒漠 总有一汪绿洲 为你点亮希望 走过山高水长 总有一份遇见 唯美了整个曾经 走过红尘万丈 总有一个人懂你冷暖 知你悲欢 如果说生命是一场绚烂的花式 那么无论怒放还是凋零 我们都该坦然接受 就像接受岁月变迁 季节轮回继 网不练 当下不杂 未来可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 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更多的人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